现在连幼教老师啊都要到国外的工作了 台中宏观科大幼宝系有三位应届毕业生 他们要到新加坡一所贵族的幼托幼稚园来工作 他们到这边工作呢月薪是五万起跳 和台湾新鲜人22K相较呢的确是多蛮多了 限杀不少毕业生 胡托的带动唱他们是幼宝系的应届毕业生 获得新加坡幼托业者青睐 毕业即将涌闯新加坡职场 薪水是两倍 趁现在自己年轻可以出去闯 两块新币就可以解决一餐了这样子 对基本上是可以存到钱 理想背景到新加坡工作 毕业生们说最主要还是薪资考量 两面比一比以处处茅庐的毕业生而言 台湾幼保薪资约两万五 新加坡幼保教师起薪就有五万 25K只有人家50K的一半 尽管新加坡的物价比较高 但薪资实在差很大 要获得国外业者青睐 幼保专才当然要有流利的外语能力 台湾实习经验更是确评中选的重要关键 校方指出近几年来 在新加坡的幼托体系来台挖角 即将毕业的幼保科学生 确定到新加坡工作月薪五万起跳 远超过台湾新鲜人平均拿到的22K 薪资结构的评级让人才外流 何尝不是台湾职场的遗忧